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背后的大屏幕上有四项基本情况 大家可以选择一项来了解 一号 家庭状况 妈妈咪呀 首先第一点的话呢 我其实是一个单亲家庭 我父亲是在我小的时候去世了 我母亲的话呢 是从小把我带大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母亲的精神 还有包括她整个的一个 对我的一个抚养 我觉得非常感谢她 来 二号 周知状况 我其实很热爱音乐 我也很喜欢一个 很喜欢音乐方面的东西 后来我从事开了一家音乐运行机构 目前有四家分校 好的 谢谢 好 来 三号 你好 来 这边 我选送我情趣 我是歌手 特别喜欢唱 就只要有KTV的机会我都会去 你展示一下吧 可以 拿一首最拿手的歌 爱情像宴会 不经意灰飞 来不及欣赏 早已变成空方 听着陈衣寻的歌 那首好就不见 原来剧本早已铺成了情歌 谢谢 谢谢 都说胖胖的人唱歌好听 果然是如此 这唱歌你每天练多长时间 不练 不练 天生唱成这样 不是 就是偶尔去跟朋友交流一下 偶尔和朋友交 因为我朋友们都是音乐类的 所以你是在这个圈子里熏的 对 觉得好听吗 挺好的 很棒 来四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知道一下你的未来规划 我的未来规划主要围绕着爱这个一个字 我的第一步 首先在事业上面 首先会把新的市场作为 全部做好之后 我会开展别的业务 或者说是拓展新的项目 生活中的爱这个字的话 主要就是我现阶段 我想找一个我心仪的对象 然后先结婚 因为我姥姥年纪也大了 我姥姥在我心中地位很高的 所以我希望能让姥姥能看到他的曾外孙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我是特别在意的 好 那通过咱们初步的了解之后呢 大家对万新也有了一个印象 现在是你们做决定的时刻 请考虑 请选择 请问单身都在用的搜链网提醒您 不要走开 下节更精彩 您是从小都是这个提醒吗 其实我以前比现在更胖 现在是多重 现在是三百多 的家跟你母亲的家离距离多远 是你心目中最最理想的那个距离 这里是由陕西搜链网独家冠名播出的金牌丈母娘 金牌丈母娘联合搜链网推出公益婚恋服务千元计划 免费参加线下单身交友活动管理形象提升 传授爱情密码 成就姻缘之后还送现金大红包 如果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拨打拖单电话4006313520 唤醒女神刚红扑道酒睡前喝一杯天天做女神 本节目由唤醒女神刚红扑道酒特约赞助播出 请选择 1号对万轩印象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她对她自己的 觉得在工作方面的规划是很清晰的 阿姨应该是特别喜欢吧 面包嘛 喜欢 喜欢 好 2号呢 她说她唱歌音乐方面特别好 我也很喜欢唱歌很好听的男生 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爱之初体验 我是李万希 是一家培训机构的运营负责人 工作中我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 在跟导师和同事开会交流的时候 会给人一种领导者的气势 同事们对我也很敬畏 但是我从来不把领导架子 私下里我是一个会活跃气氛的胖子 经常跟大家一起打打闹闹 偶尔也会一起配歌 玩手 其实每个胖子的内心都有一个单纯的向往 那就是爱情 之前我追过一个女孩子 但是没有成功 主要也是因为受我身体的影响了 所以我曾经也减肥过很多次 但没有减成功 我也没有什么感情经历 在这方面比较自卑 没什么自信 我更想找一个能够管制我的领导 好 VCR回来之后 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2号 男嘉宾你好 方便问一下 你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她是西安交代的老师 你们大院里的孩子 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可以交流一下吗 那不能让你听到 你是要牵手下面慢慢说 加油 3号 男嘉宾你好 我感觉你的工作是比较忙碌 压力比较大了 你希望找个什么样的女生 在工作上面 我希望她能够给我做一个辅助的作用 就是我不希望找那种就是 完全独立的 就是或者说完全抛开了工作事业 包括我这方面东西的一个女孩子 夫妻之间 就是比较和睦的就可以 我是这样想的 意思也是 你比较喜欢有能力 有组建 有思想的女孩子是吗 这是一方面 来 4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对 然后您这边就是对于女孩子这样的 就是有没有什么恋爱的经历 或者有没有什么要求 什么的 恋爱经历的话 以前有追过一个女生 但是没有追上 所以我后来就对自己胖这个事情比较自卑 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去对任何一个女孩子 有过就是追求的一个行为 其实我觉得您完全没有必要在意那些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 但是你因为这个体重的原因 可能内心就是被拒绝多次之后 你可能内心有一些小受伤 所以你不敢再次出发 所以我觉得您其实作为一个 不管是事业还是其他方面都会优秀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您是需要去提升自己的一个自信 可能更好一些 你说这个话你要负责任了 我很负责任了 说完了之后我要看你的实际行动呢 好吧 如果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语言不符 那你这话我就不符啊 我还没说完呢 你看 还有一个就是您现在是跟这个母亲和姥姥是在一起生活是吗 不是 我姥姥是在老家 我现在是和我母亲一起生活 和妈妈一起生活 对和妈妈一起生活 那您的这个选择 妈妈这边会支持吗 她一定会支持 今天我来了之前她就跟我说 不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妈都支持 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说其实孩子自己的选择 可能把妈妈尊重 可能我觉得这样的父母可能是非常比较开明的 对对 好 二号 你好男嘉宾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就是 你说你现在跟你妈妈住吗 是吧 对 就是你将来结婚了 还是在和妈妈住吗 还是自己定住一个 这个我是有提前想好的 我想自己单独住 单独住 对 和妻子单独住 那你觉得就是你的家跟你母亲的家离距离多远 是你心目中最最理想的那个距离呢 我觉得在西安市内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说最好和父母家离多远啊 你觉得多远 一碗汤的距离 就是从一碗汤从做熟送到父母手上 刚好能入口 这个距离我觉得是一个理想距离 父母在家年纪大了 然后也都会有身体不好 就是不理想的那个状态 那么你能在多长时间之内赶回去 帮这个忙 探望你的父母 我觉得这是做儿女应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对 最好一个小区两栋楼 那也不好 我觉得那样也不舒服 总觉得后面有一双眼睛 好 一号 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在最近的阶段 对于您的外形有没有什么计划 对于外形方面的话 我已经下了非常大的狠心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肥减下去 您是从小都是这个体型吗 不是 我是从从高中开始的 高中开始胖的比较厉害一些 后来的话 现在我打算 因为学习压力吗 对 打算通过这健康的减肥方式 把这个肥减下来 减肥这个事情 那有试什么方法吗 有试过运动 或者说控制饮食 明显吗 明显 我已经减了有三十斤了吧 其实我以前比现在更胖 你现在是多重 现在是三百多 但虽然技术还也挺大的 男嘉宾我想问你一个个人身体状况 你这个身体胖 你有没有查过 你是属于内分泌胖 还是属于营养失衡胖 全部都查过了 然后在内分泌壳查的 是单纯性肥胖 这个您放心 好的好的 来 现在是到了大家最后做选择的时刻 你们觉得 外星怎么样 请考虑 请选择 现在我们的二号 还有我们的四号 被你亮起了 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 爱之盟约 那么接下来 你可以在他们两位当中 选择其中的一项 你想了解的 来问他们二位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 你先选择问二号吧 最自豪的是吧 我不是现在在那个西电科大出版社吗 我是主要做就是开发票 这一类的财务工作 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工作量非常大 然后我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但是我这一次的工作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突破自己的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为自己加油打气也真的非常好 关于四号 我这里要说一下四号真的用行动来支持你了 他为你亮了灯 在之前说的那个话 其实你不要介意你的体重 看来他说的是真的 我很佩服 好 来 因为四号选择了哪个问题 情感经历吧 那其实之前的这个感情经历的话 其实也给我一些很多的一个参考 那会儿可能还小 可能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受伤比较多 对于这件事情我就说 谢谢他当年的不取真吧 我们有请二号四号 来上台来 前往单身都在用的搜链网提醒您 不要走开 下节更精彩 这里是由陕西搜链网独家冠名播出的金牌账目娘 金牌账目娘连和搜链网 推出公益婚恋服务千元计划 免费参加线下单身交友活动 帮你形象提升 传授爱情秘密码 成就姻缘之后还送现金大红包 如有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拨打拖单电话4006313520 唤醒女神甘红泡道酒 睡前喝一杯天天做女神 本节目由唤醒女神甘红泡道酒 特约赞助播出 我们有请二号四号 来上台来 你们是怎么看待我现在胖这个事情 我也很胖啊 我们一起减肥咯 胖不要减啊 可以减的 谢谢 那我更希望看到的是 你对未来 你对这些胖的事情 你做到了什么 我可能是往后面的这样方向去看 请考虑 谢谢你们选择另外一个 不好意思 感谢四号 那你就伸手把二号牵走吧 两个幸福的小胖胖 终于幸福的在一起了 恭喜你们 可以获得我们初来网集团的 外援乡亲大力帮 祝你们开心幸福 谢谢你们 我刚才说两个幸福的小胖胖 妈妈不会不高兴吧 您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心情如何 孩子满意我就满意 没有别的 还是要祝福你 感谢您 谢谢 祝贺 谢谢 首先的话呢 他的家庭环境啊 包括他的整个人的一个生活的情况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 并且的话呢 我觉得他的外貌呀 包括他整个的一个谈吐呀 包括他的对就是他的能力 我觉得从他的语言中 我能听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孩子 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他是最适合我的 胖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什么问题 而且我看小哥哥人真的很努力 也很实在 所以我就决定选择他 发院的孩子们 高校的孩子 还是中规中矩的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人 所以呢 我赞成姑娘 选择 女子 全都不合适合他 是不合适合的